前陣子依然马景涛宣布与小21岁的妻子 大陆女星吴嘉宁离婚 并且在公开信上透露 弟弟马景山入狱19年 即将出狱重获自由 并表示要帮助弟弟东山再起 难不成马景涛是为了弟弟而选择离婚吗 台湾大搜索团队独家专访 刚出狱的马景涛弟弟 他表示20多年前爸爸过世之后 哥哥马景涛就犹如他的爸爸一样 但亲兄弟间却为了一切事失衡 差点伤了兄弟情 我是在台北监狱移到台湾监狱 刚开始我一看他们名字 马景 我以前也很喜欢看穷雅 我就第一个反应 我说马景涛跟你有关系吗 他说是我哥哥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蚊子彬彬的人 怎么会犯案 尤其是马景涛的弟弟 这个真的是很难想的 特意压低的茂园 僵硬深色的表情 似乎还不习惯面对镜头 在狱中写了两本书 拿下六座文学奖的马景山 出狱后成为专职作家 现在更致力于剧本创作 回首来时入过去的荒唐岁月 如今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 我从小而不喜欢念书 比较瘫痪 只有念到国中毕业而已 他爸爸为了他也梦舞三千的 他爸爸也是一个警官 那么高阶的 可是出了这么样的一个儿子 经常被叫到学校训练出去 就算马景山再叛逆 承认台中县警察局长的马爸爸 依旧耐心陪伴者 年少轻狂的他 其实我爸爸并不严格 我印象中也没有打过我骂过我 也因此马景山在兄弟姐妹间 与父亲的感情最伪深厚 没想到就在他33岁那一年 一心之间风云变色 突然爸爸他也没有心脏病 突然心肌梗塞就走了 晴天霹雳就是会 怎么一个人突然就不动躺在那里 第一次经历过那种至亲的痛 失去父亲的哀痛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马景山顿时陷入低潮 加上他与友人合资的串烧店 经营不善倒闭 马景山更是被负载压得喘不过气 只好找大哥 马景涛求助 因为我大哥在我心目中就是 跟我父亲过世以后 他就像我爸爸一样 你不知道 让他永远再生了 不住的马景山 好几度打电话给人在大陆拍戏的哥哥 希望他能够惊援 无奈 马景涛当时也遭逢 跟前经纪人的违约官司 自顾不暇 要弟弟自己解决 没想到马景山顶额走险 竟辱人勒索 最后热得入狱14年的下场 出身警察世家 哥哥又是明星 马景山却沉了接下囚 叫马家人怎能接受 不仅外借他罚 婚姻也因而破碎 留下一桩年幼稚子顿时依靠 哥哥马景涛 虽然第一时间不能谅解 但还是替弟弟照顾小孩 我两个儿子都是他帮忙抚养的 我儿子就是跟我子女他们都 跟他女儿都住在一起嘛 难道是懊悔当时没有伸出援手吗 马景涛把弟弟的两个儿子 赤如己出 至于误入歧途的马景山 只能在狱中反省忏悔 坦白讲我第一次进去 我也是很努力 我那时候第一次进去 我高中是在台北监狱完成的 完成然后再接续考大学 他的读书方式 我倒是蛮佩服的 你看他一个社房里面 十几个人 别人在聊天 看电视 打屁 他就是回去 反正有空的时候 就是读书 就是写东西 马景山在狱中考大学的那一年 他就读高三的儿子 恰巧也正准备大学联考 放房那天 我母亲打电话到台北监狱 台北监狱跟他讲说我考上 董大学 哲学系 我妈说怎么那么巧 她说我孙子也考上哲学系 然后还同间学校 对 榜单一列出来马思浩 然后隔大概两行 那个三行就是马景山里面 我觉得是天意的安排吧 你当下听了也觉得 没有怎么样 掉眼泪啊 意外的巧合 让马景山激动落泪 马景涛更兴奋的 对狱中的弟弟喊话 不管大哥在哪里 我永远永远都支持你 我家里的大门 永远都为你开着 马景涛为了弟弟圆梦 到处跟走 也亲自拜访系主任 无奈当时马景山的假释安慰过 父子童装的美梦 拾了整整一年 谢谢教授 走在外双溪的东吴校园 上个月3号才假释出狱的马景山 心里有着不一样的踏实感 我们也非常的希望说 他将来会是另外一个流氓教授 外界当时以第二位流氓教授 期许马景山 因此他一入学 立刻成为媒体宠儿 我以前是没念什么书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 书念过以后 慢慢的就是那种 潜移默化的作用 很大 当时马景涛鼓励他出书 还想把弟弟的故事拍成电视剧 马景山浪子回头受到莫打关注 没想到就在他读到大二那一年 某一天的下午 马景山突然翘课 原本跟媒体说好要进行的专访 也爽约 隔天竟又看到他出现在社会版面 只是没有想到假设期间 马景山被警方抓到持刀抢劫夜归女子 再派马景山得复兴八年 最度进出警局 当时让马景涛非常痛心 在镜头处转弯 我这个弟弟突然又失速失控 坠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地狱里面 我不会再求社会给他机会 因为机会是必须要坚持 原本最支持他的马景涛 痛心疾首 还用性质写下 错愕两个字 连续三年都拒绝在跟狱中的弟弟联络 因为那个时候才我进去 才大概一两三年吧 家里对我还是 有点误解 人生有很多事情都必须要自己去面对 二次入狱的马景山 如今也已经54岁了 在苦劳里蹲了近12个年头 直到出狱这一刻 才吐露出背后心声 其实上一次出来给我的感受就是 其实那个时候是觉得 其实社会是蛮伪善的 大家都说 对 大家都说双手拥抱 大家都会喊 不会计较你的过去 那事实上我的求职过程不是这样 因为他曾经担任社区警卫 但工作两个月确早解雇 好像是要去报到 要到法院报到 但是不能请假 我坦白跟主任讲我是刚出狱 我必须去法院报到 而不去到时候撤销假释怎么样 你是从街医院出来的 那不得了了 那隔天就跟我讲不行了 跟圣人的求职生涯到处碰壁 加上出狱后 站住在大哥马景涛家中 也发生口交 刚收到弟弟马景涛坐牢 身为哥哥的艺人马景涛 担起照顾弟弟所生的两个孩子责任 终于盼到马景涛出狱了 但接连找不到工作挫折 还有眼看亲生孩子和马景涛 更亲近的不平衡 没想到让马景涛再度走上不归路 坦白讲那一次也是跟 跟我大哥哥哥 发生了一些摩擦 小意见摩擦 譬如说 小孩子在家里要钱 都是跟我大哥要 不是跟我要 其实那种感觉就很奇怪 你会觉得怪怪的 而且他们出门会跟我大哥打招呼 大伙我出去 他不会跟我打招呼 这也是很奇怪 另外他该不该读书的这件事 也让他跟家人的隔阂越来越大 不知道是应该去完成学业 还是去拼事业这样 我就是有犹豫了 然后就是结果两边都没 两边都没处理好 种种压力让马景涛的路 再一次走偏 马家人失望之余 三个月后 做哥哥的马景涛竟也要上社会版面 我骂这些出口 我深深的感到抱歉 知名艺人马景涛闯祸了 爆出九岁欧警的事件 我虽然没有这个酒后驾车 但是在警方执行的过程里面 他对我朋友在执行酒车的过程里面 我怕了一些脏话 我非常的抱歉 难道因为弟弟二次入狱 让心情也受到影响 一时冲动吗 但人在狱中的马景山 已经学会修身养性 像夏天很热 他们也没有提供电扇 所以他们个人就要买一个一个小电扇 那小电扇只有他没有 他说一个社房14个人 有13只电扇扇已经够凉了 所以少一只也不会怎样 他就是不要让自己太舒服 他也在大学系主任的鼓励下 动起写长篇小说的念头 那我也发现就是自己 心里面有很多感触 我想至少要找个出口 当然也许 对你这一次入狱又再次入狱 也许有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然后我就尝试去写 恰巧当时台北律师公会 正举办文学奖 法务府也发公文 鼓励受刑人可以参与 马景山一看到首奖有25万 眼睛都亮了 因此他以育友的故事为题材 写了一本名为 《请听颜色的声音》 里面几乎都有我心里 内在的投射 把同社育友化为书中人物 被向到得奖名单出炉 马景山打败其他法律人 得到首奖 评审之一的作家蔡时平 也对这篇小说赞赏有加 因为它是一个法律文学的真文 所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作者对于法律是了解的 而且他很清楚地了解 人在法律中的一种困境 家人也很高兴 记者也有打电话给我大哥 昨天地得奖 知道我在里面没有浪费时间 才开始联系 我希望他在狱中安心下来 好好的写作 用另一种心态来面对大家 奴隶表现 马景山终于换回失联的亲情 但就怕出狱后的茫然 与不知所措 会让自己重到复彻 他也在狱中着手计划 冲野之路 像我要重视小麦 也不是突然才想的 这是我在里面 已经规划了七八年 我的创业笔记 四五本写了好多的 但就在马景山 刑期届满之前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让他再一次跌到谷底 春节过年前 被检查出罹患直肠癌 那个时候心里也是很乱 都已经几乎都想到死亡的事情 每天在想死亡的事情 早一点让我崩溃 丧志的马景山 一度以为他的末日就要来临 幸好最后检查出来 警示癌症初期 开刀后在哥哥的陪伴下 病情日渐好转 他有去台湾医院看我 他总是看我之后 他是有感无发吧 他就认为我 关都关过 人生最大的苦难 你都经历过啦 因此马景涛公开po出这封信 除了描述弟弟终于重破自由外 也表示他要用毕生之力 陪伴弟弟东山再起 但画风一转 却在文末提到 我的幸福 我的婚姻 都将在今天画下最美丽的句号 引发外界质疑 难道马景涛就是为了弟弟出狱 而离婚吗 哥哥离婚是因为会想要照顾 之类的 有这样子的创业 我觉得这家务事是 我很不方便去 就是他个人隐私问题 马景涛不愿多谈 只说他的人生下半场 哥哥鼓励他多写剧本 二度浪子回头 希望证明给家人看 他会像马景涛信中说的一样 成为一名真正的勇者 他跟他一样 不愿意